我庆幸六万年前 没有与你在一起 他偷偷来找你做各种恶作剧 只是想吸引你的注意 就算你娶了别人 也应该好好护着他 把他养在身边 锦昭就这么容不下他吗 本尊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他 元启是你的骨肉之亲 他长得跟你一模一样 你怎么舍得 把他气在青池宫不闻不问啊 你愿意养着就养着吧 不愿意养着 随便打发他哪里去学艺 打发 看来你已经准备好 迎接他长大后对你比翼的目光了 我可以现在就告诉你 你在他心中的形象 已经十分不堪了 你说完了吗 这才六万年你怎么 本尊想换个活法 不行吗 还要什么要说的 还有什么要说的 本来有的 现在没了 你笑什么 我庆幸 六万年前 没有与你在一起 以后没事 不要再来苍穹之间 本尊如今过得很好 过去的事 就让它过去 这么快就聊完了 刚刚跑去哪儿了 第一次来随便逛逛 这把冰块 怎么变了这么多 我就说吧 这种人没什么可聊的 我后悔了 后悔什么 后悔没把这儿一把火烧了 Para 递几次了 什么递几次了 我是来给他的母子俩 送点唐人 你隔三差五地溜进青池宫 还玩那些把戏 真当我不知道了 冰花 你如此沉不住气 久而久之就不怕吴焕发现啊 今夜上古 来了苍穹之境 本尊不糊涂 那你为何不拦着 这一个心心念念想见你 一个打断了骨头连着筋 本尊岂能拦得住啊 我睡不着啊 行行行 再让你见一面 快去快回 我帮你守着 好 我睡不着啊 我睡不着你 好 我睡不着呢 感谢观看